这个地儿是广区门内大街幸福北里小区 也是一个非常 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红砖墙盖的这种楼的 全是这种楼的小区 今天我们去吃春饼 别说我之前还真查了一下 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吃这个春饼呢 有个讲究就是 比如说吃饺子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特别崇拜龙 对 你就说你吧 龙 然后吃那个饺子呢 就叫吃龙芽 然后吃面就叫吃龙须 对 还有就是这个饼 吃这个春饼就叫龙鳞 就是叫龙鳞 就是祈求这个 一般就是以前老百姓祈求这个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 然后风调雨顺嘛 然后龙不是能降雨嘛 祈求雨水的时候呢 就来吃这个春饼 走吧 走 我看他们家开跳特色的 看这个老板是一个国安球迷 然后他们家菜单上还有这个 国安的这个这个标这个logo 这个就是这个酱火 然后这半边是三两的酱牛肉 嗯 这半边是三两的酱肘子 嗯 然后 挺香 嗯 真的很香 然后他们家炒菜也挺有特点的 嗯 你看看这个 这是书鲁丑鲁丝 很家常 对 很家常 这是那个炒盒菜 嗯 一般的炒盒菜就是把那个炒盒盖在上面 对 他们家炒碎了 嗯 就我觉得一般像我们自己家里吃 会这种炒碎的 放在那边 而且会出点汤 就见那个味儿 我们要了三对春饼 也就是六丈 嗯 这个春饼跟那个烤盒的那个饼 荷叶饼还不一样 这个饼挺厚的 而且它表面有一层那个干 对 变了是吧 有一层粉 对 有一层面粉 就代表了就是它不会粘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春饼啊 好的春饼 它不会这个边是干干的 中间是湿虎 就粘了把鸡的 这种是我最爱吃的春饼 他们家春饼调 而且你看它表面还挺漂亮的 有这个 烙的这个 烙的这个斑纹 护斑纹 肉桶层的 又够软嫩 我加点声啊 因为它酱很漂亮 就这个肥的部分 也让你觉得 有点五花的感觉 对 有那个 它有那个肉的脂肪 细出来 就是白白的 这个肉是很粉的 你看 爪 哈哈哈哈 滑肉太香了 那个肘的肉太香了 它肘的上面是那层皮 非常有韧性 然后肥瘦之间又融合得很好 非常的香 而且这个春饼啊 它不强 它不强味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没有那个吃糊糊的口感 非常感受 很好吃 就是这个饼 我这样主要感觉就是 被这个肉都准备了 因为本身肉是糯的 然后 还有增加的那个豆圆和那个 土豆丝 有的那个一些脆的感觉 脆的很滑 所以 我们喝的非常好 而且我刚才炸一下这个酱汁也挺棒的 这根主要是为了平衡那个肉的那个 口感 有腻的口感 但其实它根本就不强 你不要炸太厚 因为这个饼本身挺厚的 然后那个料 肉稍微炸一点 你就已经会觉得在嘴里面就是满口生香 在幸福北里吃出这个幸福 真好吃 我要白嘴吃一下这个酱牛肉 你看这个纹理 就是有 说说这个是筋的部分 还也有肉动和肥的 酱牛肉呢 我是特别怕它 首先它这个切的 就很令人满意 因为它没有切那么厚 因为酱牛肉如果切的很厚 还是容易散牙 就是嚼口感不好 它切的很薄 非常薄 嗯 嗯 凉凉的好好吃 我一分一样狗水 哇 吃这个好想吃 就是 你知道就是 最爽的那一口 就是你吃冷面的时候 有一片这种牛肉 你最爽的那一口就吃它 这就是那感觉 好不好 它凉到 然后 非常好举止的 它有一点肉动 因为它是凉的 那肉动 这种感觉就化开了 因为温度就化开了 然后 导致这个肉 就变得多吃起来 我现在晚上不想跟你说话 我只是想 什么时候能吃到这个肉 如果我推荐的话 如果是我推荐的话 我觉得是 顺便里边卷这个肘子 非常好吃 这个 酱牛肉 单嘴 白嘴吃 真的很好吃 白嘴吃太好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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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